存储器的价格在半导体上行阶段随着需求增长而上升 存储器在半导体周期的这个阶段随需求增长而上升 下行阶段的需求减弱而下降 2015到2019年这轮完整周期 从古道峰为例 这个Dram和Nide价格是在2016年 二季度见底随后的开启上行 Nide价格于17年三季度见顶 Dram的价格于17年四季度见顶 然后进入下行 Nide价格于19年一季度见底 Dram的价格于19年二季度见顶 这个存储实际上就是说 它的特点就是说 这两个产品有一定的趋同性 大家可以看一眼 这是实际上这是从13年 13年开始的 5月份开始的价格走势处 它这个波动性呢还是 这个比较明显的 周期性比较明显 而且它的周期性呢实际上跟大的半导体呢 还是有一定的差异 实际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 另外呢就是说可以通过库存水位来判断 半导体公司的库存水位在半导体上行周期 由于产品底窍 由主动去库存进入到被动去库存阶段 而后呢 主动加库存阶段 直到半导体周期进入下行周期 转为被动加库存和主动去库存阶段 我们用库存周期天数反映公司的库存水平 以2015年到2019年这轮周期啊为例 这个16年的二季度是库存水平高值 在这个 然后呢这个公司的库存水位发生下降 在17年的四季度呢 库存水平最低 此后呢由于主动补库存 被动补库存的过程 而库存水位呢在19年二季度又达到高峰 这是一个周期啊 实际上仅是对不同的周期啊 进行了一个分析 经元代工厂的这个产能利用率啊 实际上也是确实也是一个指标 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 就说半导体在上行周期的芯片厂商渠道厂商 补充库存下达订单 带工订单 经元厂的产能利用率发生上升 下行周期呢 下游客户进行砍单 经元厂产能利用率发生下降 以2015年到19年这轮完整周期啊 为例 经元代工的产能的利用率呢 在15年的四季度到16年的一季度处于低谷 然后产能的利用率开始上升 这个17年的三季度到17年四季度 经元厂这个产能利用率发生下滑 可能是由于新产能开出啊 由于于18年二季度到18年三季度达到顶峰 然后发生下滑 并在19年一季度达到低谷 19年就是这个半导体行业最近的一个低谷 此外呢 发现这个2001年2009年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年份 经元代工厂的利用率呢 都在80%到110%徘徊 这反应经元厂的利用率呢 超过100%超载后呢 往往会启动扩建计划 而80%通常是一个温和周期里产能利用率的低点 就说这个厂生产厂商啊 它的利用率再低也不应该低过80%啊 但是咱们现在有传闻说这个台积电7纳米的明年的这个产能 利用率才70%啊 所以这就有些问题了 这种传闻啊 这个我们就不再看了 这是中芯国际华红半导体产能的利用率啊 这个不是特别具有代表性 我们现在再看一下这个跟踪指标啊 就是半导体的设备销售额 这个实际上就类似于像这个就是大家关注阿斯梅尔啊 还有这个啊 应用材料啊 Lam Research这种公司的时候 你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指标 它应该有一定的先行性 半导体上行周期中的经元产能利用率超过一定水平啊 精神厂往往会采购设备进行扩张 驱动半导体设备销售额增加 实际上最就是前去年还是这些设备厂商啊 最最佳的黄金时期啊 而在下行周期呢 精神厂商减少设备采购 15年到19年的时候呢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就是15年四季度是半导体设备的低谷 销售额才80亿美元 同比增长呢是负的百分之十点二 16年的二季度的时候 开始半导体设备同比增速啊 转正到17年的一季度达到最大值百分之五十八 百分之五十八 就是这设备的增速达到百分之五十八 半导体设备销售绝对值在18年一季度达到顶方 一百七亿美元同比增速啊 在18年四季度啊转为负 绝对值在19年二季度达到低谷 一百三十三亿美元 所以这种设备厂商的股票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说他们的波动速度更快 这最尤其最近的几个周期波 波动还是比较快的 再说一下龟片的周期性啊 龟片就是这个竞云厂需求增加后 他向这个龟片厂增加这龟片订单 龟片出货量就会增加 下行周期中呢 竞云厂会减少龟片采购 这个15年到19年 这轮完成周期是大概这样 就15年的四季度是龟片出货量的低谷 出货量呢是25亿平方英寸 同比增速是百分之负的一点八 16年二季度呢 龟片的同比增速啊转正 同比增速呢在一 17年一季度达到最大值12.6% 18年三季度的时候达到顶峰 33亿平方英寸 19年一季度就转为负数 增速啊转为负数 绝对值在19年四季度达到低谷 28亿平方英寸 这个跟这个大的半导体销售 周期也有点类似吻合的啊 这是整个这个出货量 实际上这张图大家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也能看出这个周期变化 下面呢就是介绍一个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数吧 就是费城半导体这个指数 他等于是覆盖了全球30家最优质的半导体公司 是全球半导体行业情欲表 说白了就是想通过这个指数呢去研究一下 这个半导体发展的一个周期规律 但他这个指数呢实际上我发现他不像销售额和产能那样的啊 他这个波动是比较大 但是这个费城半导体实话说呢 这个波动啊不是特别的大 而且我发现近期这个台积电的波动啊 确实是是有史以来波动在他历史上来说是波动比较大的一段时间 我们将费城半导体的增长动力拆分为液体和估值两部分 看到费城半导体啊在上行周期啊是戴维茨双击 在下行周期呢是戴维茨双杀 大家明白了吧现在这个台积电就面临着这这种情况 当然台积电现在业绩还没出现问题 可是 我们要明白呢就是说他的顶峰肯定是过了尤其是他的顶峰越高呢对后面的压力上越大 大家可以往后再观察啊 实际上啊实际上就是说你有很强的这个竞争力啊这个比如说你的量率很高啊这很多这个网友也提出来这个 实际上这些东西最终你一定要体现在你的业绩上对吧 你的业绩和你的估值现在明显给台积电的估值是已经下来了 所以大家呢要做好思想准备就说你可能给台积电估值没下来 但是啊主要的投资人已经下来了 毕竟台积电的主要投资人在美国 呃 就说 他呢属于这个这个指数呢是牛肠雄短的局面在201年后历次周期经啊这个费成半导体三十间成分股的利润 啊同比增长为主要在负百分之负40至百分之六十之间波动 也有极少几个季度超过这个范围 啊费成半导体指数PETTM的啊 在15到35倍之间波动 呃可以对比一下台积电估现在他的这个PE呢 呃相对低了一些 最主要的原因呢主要是估值下来了但是业绩没下来所以PE他低了 呃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台积电后面有可能面临的是业绩下来 呃估值下来所以他的PE不一定在后面再下降了但是 他的股价有可能下来啊这就是他的问题 呃费成半导体这个指数的啊净利润 呃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波动的变化 还有他这个下面这是PE的呃大致情况 就是呃如果说这个以月度为单位啊比较费成半导体指数啊 股出现的时间和PE TTM出现的呃时间的关系发现2014 20172021的 三次半导体周期高峰费成半导体指数的峰值出现在 啊质后于PE TTM大概15到24个月 20120152019三次半导体周期低谷费成半导体指数的 股值出现在PE TTM基本同步 大家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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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骨值出现的时间和半导体销售额 同比增速出现时间的关系发现 费城半导体指数的峰值骨值出现时间 有时领先于半导体销售额同比增速出现的时间 有时落后 不是特别有规律 就是 有时候也能同步 所以早中早晚相同都有可能 就是费城半导体的指数呢总是除了受到半导体行业基本面影响 受到货币政策市场风格 等因素影响 近十年费城半导体指数的峰股出现时间 和半导体销售同比增速出现的时间还是有一定规律 2014、2017、2021三次半导体 周期高峰费城半导体指数峰值出现时间 质后于半导体销售额同比增速3到12个月 2011、2015、2019的三次半导体 周期低谷费城半导体指数 股值出现时间领先于半导体销售额同比增速3到6个月 就说在这个 我们可以认为它这个峰值是会滞后3到12个月 这个股值呢是 同比增速 要这个领先于这个同比增速 3到6个月 这种时间吧我觉得 供大家参考吧 不一定说每次都特别准这些东西 费城半导体指数啊 和这个Drum的价格的关系啊 他是 啊 以月度啊 这是以月度为这个衡量单位了 比较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啊 峰谷出现时间和Drum价格的峰谷出现时间的关系 发现 2014、18、2021 费城半导体指数的 峰值啊 出现时间滞后于Drum的价格6到9个月 2015、2019费城半导体指数的股值出现 领先于 Drum的价格6到9个月 一个是 之后啊一个是领先 这个东西呢就说费城半导体呀跟这个Drum的价格就是如果你投资相关类的 公司的股票比如美光啊什么的你可以把这个 研究一下 并且后面他还有这个 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和这个NED的这个价格关系 这个还是以月度为比较啊 就是 费城半导体指数的 这个 风股出现的时间啊和 NED的 NEDFLASH的价格的风股出现时间关系是 2014、18、21 费城的半导体指数的 峰值出现时间滞后于NEDFLASH的价格 6到12个月 15年、19年这个 费城半导体的股值出现领先于 NEDFLASH的 3到9个月 就是总体来说投资人还是比较敏感啊 费城半导体这个 这个 我们再往下看这费城半导体和北美半导体设备生产制造商同比增速的关系啊 还是以月度为单位 这个 费城半导体指数的风股出现时间北美半导体 设备制造厂商的同比增速的风股关系是1418 21这三年 费城半导体指数的峰值 滞后于北美半导体设备 厂商增速 6到15个月 15到19费城半导体的 指数领先于 峰值领先于这个北美半导体设备上同比增速 3到9个月 这就说大家对这个价值的发现是有一个过程的 就是他有一个发现和确认的过程 所以这个有 领先和滞后的关系 而且有时候有些心理上的问题 这是制造厂商同比的关系 就近十年啊 有一性前瞻性的一个指标 下面的这些呢 我就 只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就是 主要的半导体公司市值变化的 在上行周期的阶段 它的变化情况 这是一张表 大家关注的可能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在 1998年三季度到2000年一季度的时候 增长了 351% 2002年到2003年 就是2002年三季度到2003年四季度 增长了65% 我们大家 可以纵向的这个比较一下 台积电 每次啊 他都不算高 都有公司比的强的很多呀 在这个 2008年的四季度到2010年的二季度 台积电增长了46% 2011年 三季度到2014年四季度 台积电增长90% 2015年三季度 2018年三季度 台积电增长了124% 2018年四季度 到2021年四季度 台积电增长了201% 我们就说最后这一次啊 涨多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AMD 876% NVIDIA 802% 联发科 475% 这些都比这个台积电要高很多啊 LAMM Research 还有这个 这个 应用材料 ASML 这一轮设备厂商都比台积电高啊 但是有可能后面就跌的也多啊 我们可以看一看后面跌的这个数据 这跌的数据呢就是 台积电呢 第一次这个2000年一季度到2002季度下跌57% 然后这个 2003年4季度到2008年4季度下跌了8% 下跌幅度很小啊 2011年4季度2011年3季度下跌了6% 2014年4季度 2015年3季度下跌12% 2018年3季度到2018年4季度下跌14%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 就这一次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台积电的下跌幅度已经非常的大 他从顶端下来的幅度 超过50%了吧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时间太长了啊 欢迎大家呢关注我的频道 大家发现哦 好